台南湯姆熊有一場 廁所經見男童遭歌喉慘死 休閒犯後在網咖呼呼大睡 恰恰台灣殺人不會判死 若被落網就要繼續殺 判決出爐家屬吶喊 司法失去正義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志祺 曾文青隨機殺人案 為什麼要殺人 發生命案的湯姆熊門口 拉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拿出一包包採集的證物 一名十歲男童陳氏在南側 脖子上有很多傷口 疑似遭到歷刃割喉 警方吊躍精釋器 休閒很可能是一名二十多歲的男子 姨姨 你 姨姨 姨姨 我看有細心 有這麼好處的人 真的一大人拍這個小孩 我就想問我這麼細心 他因為長期的失業 他想吃一輩子的免錢飯 所以才會隨機找小孩子下手 為什麼要殺人 你認識男頭嗎 為什麼要殺人 為什麼 你認識嗎 小心 我會常的囂張 到警察局他也是一而再再而傷的 很囂張 他就說台灣殺一個兩個都不會死刑 而且他還在網路看的 我要真的親眼看他判決死刑的話 我們才會心安女的 沙爾摩曾文青 一直不洗澡也不洗頭 因此得了皮膚病 之後還不肯擦藥 最後是監獄管理員 定期來打掃房間 還幫他洗頭洗澡 洗醫生來幫他擦藥才解決 所方感嘆 簡直就想服侍大爺 你覺得台灣的失望死掉了嗎 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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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死掉了 沒有在意 難解的重案懸案 警方如何抽絲剝繭 老Z調查縣代名揭秘 舉頭三尺有神明 不謂言之謂己之 對政府有怨言 單靠法律無法伸張正義嗎 解開不能說的黑幕 鎖定無惡會客室 胡檢方 卻已經將十名被告通通 不起訴處分 家屬有冤難生 國外害人重案 有哪一些驚人內幕 捐箱聊什麼告訴你 已經沉濕 我呼吸心跳了嗎 對 而且他的傷勢是 多處惹瘀青 軒衣案件總離不開 靈異花式 找鬼記者 錯別字 帶你一話 別陰陽 大家早 我是錯別字 我用一個去買早餐的時間 來跟你們聊一起 在台南的靈異故事 社會法條 司法讀不懂香兵的 鄉民特派 帶你刷副本 KO冷知識 但是呢 行政院就跟你說 你這個筆書中央法國有 是無效的 違憲喔 通通違憲 國二小組就在 中天社會頻道